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平面上有這三點 它要你求這個三角形面積 這假設A啦 這是B 那我就給它做成向量 AB 這是C 做成向量C 然後呢 它會整個平式邊形的面積除以2 就是它三角形的面積 那我曉得這個AB B 等於多少 這個減這個是2 這是2 那AC是等於多少 這個減這個是6 8 那所以我們就曉得 平式邊形的面積就是這個行列式 取決類值 那除以2 我就看三角形面積 三角形這個 這個 ABC的面積 就等於2 1 行列式取決類值 2 2 2 6 8 那這就知道 這個是 2 8 16 6 減掉 12 是4 所以是2 4 等於2 方形面積是2 1 1 2 2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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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3 2 2 4